你 材料收到了吗 小唐 有了 收到了 这都几点了 你还往公司打 几点了 我天哪 幸亏你在 我需要马上见你 你又怎么了 跟打了鸡血似的 你在哪儿了 总得吃饭呀 你看 他刚发给我的 他老公曾经为 多家猎头公司约见过 还有五百强中国区的 我正在整理她资料 这个女人 是个小有名气的女强人 老公叫张志斌 我的搜索 正在整理她资料 我明天还要去见她 财务总监 你这要有推荐人选吗 先打住啊 这个案子 一个月是她 两个月还是她 心不着急谈 着急啊 我的委托人一天上门找我三次 微信电话还不算呢 你是故意的吗 什么故意 故意找这种走火入魔 废寝忘食的感觉 你说什么呢 我有什么不正常吗 不正常 那是相当不正常啊 和在北京那时候一样 和在北京那时候一样 你是又想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别笑我 我问你啊 雄青春 这么一个大活人 人间蒸发了 你是真的把它忘了呢 还是假装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的女人失踪了 没影了 不见了 你现在应该做的事去找她 而不是为陌生女人的男人找下家 你走到情侣之外了 大哥 我想找她 可是我怎么找 她说她去外地了 手机不开 中国这么大 她躲起来了 我去哪儿找 再说了 我为什么要去找她 她又不是被卖到山里的孩子 想会回不来 她就是去做一件 精心准备的事去了 我不着急 我老是在心里也这么劝自己 可我的确心急如焚 你就说一些杜隆丁那样的话 让我不觉得疼 不行吗 我还是佩服那个离开法国银行的女 敢作敢当 我还是活在家身 要么把女人遇妇 要么把女人遇妇 要么被女人遇妇 要么被女人遇妇 要么在家身上 我吃了 应该还是她的 要么把女人遇妇 要么把女人遇得 好 要么把女人遇妇 小慧 郑总你这两天怎么样 郑总很着急 老乱发脾气 您在哪儿呢 熊总 郑总着急都是因为您 我知道 告诉郑总 别生过气 我错了 这个您最好亲自跟他说 他会很高兴 我明天就回去 都没跟他说吧 你几天回来啊 飞机还是火车需要接网 没再回话 你怎么不问清楚他在哪儿呢 可不是吗 你怎么不问他说 一样的冬天 你怎么不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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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莫名其妙吗 他跟成功联系也不跟我联系 我觉得熊星成又恢复诈骗犯的本色了 完全是个陌生人 是挺奇怪 对了 打断一下 我的研究打电话来 那个张之斌就是你委托人的老公 集附资源系 把数据库里一放 立马能找到3A级的配型 还不止一家 好 这单高端的你来做 我做低端的 帮他们找新的财务总监 有思路了吗 没有 熊星成把我弄成弱智了 你太太呢 我太太 那是越发可爱了 专看弱智的东西 没有你笑的呀 下巴都快掉了 关键还是重播的 他昨天晚上都看过 无奈 咱国家呀 就该出个规定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要看这类介绍 立马吊销文凭 下社区服务二十天 全都老实 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是亲人似的夫妻 我发现呀 让自己忙得脚步粘地 身心俱疲 并不能够减轻精神上的压力 反而会受到双重痛苦 那些说可以的人 都是阿Q 我给你发个视频过去 视频什么呀 等一下等一下 炸了 加油啊 多好的媳妇呀 咱要有她这笑点 人生何处不春风啊 咱俩都白火了 我是渐渐地发现了她的优点 你要不要跟我媳妇过两天呀 真想 什么作风啊你 喵 喵 猫来了 神经病你笑什么 没事没事 再来再来 再来 哎呀你好讨厌啊 你笑什么呢到底啊 告诉我你笑什么 我给你说个 他说个八卦 好好好听啊 快说呀 这个八卦好听 开休 哈哈哈哈